张天爱说自己经历过平行世界 早上他和经纪人同时在酒店电梯里碰到 然后出了电梯俩人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结果在商场里张天爱碰到了一个和经纪人长相发型 甚至衣服品牌全都一模一样的人 跟我的经纪人长相的相似度到达了90% 是这个人背着一个帆布包 张天爱印象中经纪人早上没有拿包出去 他就把这件事和经纪人说了 然后经纪人就拍了一张自拍 照片里他背了白色的帆布包 最吓人的是下午经纪人给张天爱打了个电话 说他也见到了那个和自己穿着长相都一样的女孩 平行世界里跟他穿搭长相非常非常像的一个人 而且穿着他们同一个牌子一模一样 后来我就真的相信平行世界